这期视频有点硬,我劝你做好心理准备,别不吃好歹 有一天我学习学累了,拿起手机看新闻,刷到一条消息 说浙江省周山市建的国内第一套也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冷能发电站 实验成功了,如果投入运营,每年可以省下7000吨煤 哎呦嘿,冷能发电,这给我看得虎去一阵 鲁迅曾经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只是改变了烧热水的方式 难道这一步咱们要摆脱烧热水的魔咒了吗 下面展开说,首先你要明白,人类烧热水发电的本质不在于烧 而在于它烧起来之后会产生温度差 有温差才有发电的动力,这上百年的发展 不知道是人类改造了大自然,还是大自然渗化了人类 导致咱们只要看到温差就不自觉的想着能不能搞点电出来 这就好比中国老百姓,只要看到空地就总想着能不能种两棵白菜 哎呀,成员了,既然有温差就能发电,那就好办了 液化天然气零下160度,你想想,多冷啊 和环境之间的温差有200度,不能算小了吧 具体咋实现呢?你先看普通的烧煤电厂是怎么烧热水发电的 火电厂用蒸汽轮机发电,用的原理是浪肯循环 想必锅炉专业的学生看到这个温商图也会虎去一阵 但是温商图对于外行来说有点抽象,换个村头大爷都能看懂的图啊 这个循环它总共分4步 1到2这一步是用水泵压缩水,变成高压水 然后2到3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烧锅炉了 高压水变成高压水蒸汽 3到4这一步是高压水蒸汽推着涡轮转 涡轮再带着发电机转,开始正经发电了 咱这费剑巴拉的呀,其实要的就是这一步 正事办完到最后一步,就是把涡轮出来的低压水蒸汽冷却成液态水 重新进锅炉里面烧,你经常在发电厂周围看到的那些又胖又高的大圆桶 跟导弹发射景似的啊,其实就是给低压水蒸汽降温用的冷却塔 那玩意儿它不是烟囱啊,别搞错了 烟囱比冷却塔瘦多了 明白富如皆知的热能发电是咋回事儿 下面丝滑过渡到冷能发电 打起精神啊,一不留神你就听不懂了 原理还是这个图,它和烧热水为2的区别 就是2到3加热这一步,不用锅炉了 而是用普通的海水 而4到1冷却这一步,也不用冷却塔了 而是换成了超低温的液态天然气 你是不是已经晕了 你说普通的海水,它哪来的能力把水加热成水蒸汽啊 没这本事 哎,关键的一步来了 咱把锅炉里面的水换成沸点只有零下40几度的丙丸 不就可以了吗 液态丙丸遇到取之不尽的20多度的高温海水 自拉一下就蒸发变成气体了 跟烧锅炉一样一样的 高压的丙丸气体推着涡轮发电之后 也没劲了,变成低压气态丙丸 那这些气态丙丸在4到1这一步 怎么再变回液态,重新回到循环的起点呢 冷却塔肯定也使不上劲了 关键的又来了 咱把冷却塔换成液态天然气不就可以了吗 你想啊,零下160度的液态天然气去冷却液化温度零下40度的气态丙丸 那不是跟玩似的,随随便便把它冻成液体啊 这样整个发电的循环就马溜的又跑起来了 到这儿你肯定明白了 冷能发电的本质啊,还他妈是烧热水啊 哎,赶紧醒醒,别睡了 冷能发电的这整个过程,核心的部件有两个 一个是被高压气体推着转起来的液轮 另一个就是换热器了 无论是海水加着液态变丸 还是液态天然气冷却气态变丸 都离不开换热器 液轮和换热器啊,再一听是两个完全不搭个的东西 但是实际它俩又很接近 都是关于流体 更精确一点啊,都是热流体 其实关于热流体的基础理论 最近几十年都没有啥大的进步 你现在学的和你爷爷学的很可能都一模一样 你查资料看到的经验公式 也很可能已经有了百岁高龄 我相信有很多同行在涉及花热器时 都是小心翼翼的翻着老旧发黄的涉及手册 然后自己吭吃吭吃写代码 或者干脆用Excel表格去计算 这场景啊,实在是不体面 鲁迅曾说,公寓善其事必先利息器 推荐个好东西,一款国产的通用热流体 仿真软件 ASFD 用它你可以算流体的流动 也可以算流固偶合 算固态导热 算对流 以及辐射换热 甚至你还可以计算造成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 通用通常都意味着特定场景下的不好用 尽管ASFD已经有了专门的针对涡轮这类旋转机械的模块 如果你还是不满意,这好办 它还可以做专门的定制开发 虽然定制开发的软件它应用范围小了 但是肯定能让你用着更顺手啊 这也是自主可控的国产工业软件 相比国外软件最明显的就是 ASFD可以免费试用 你去官网下载下来啊 可以白嫖一个月 很推荐去试试 再说一下冷能制冷 我猜肯定会有人说 哎呀马老师 你刚才啰嗦那一堆 我也懂了 但是啊我发现个bug 这整个一圈循环下来 液态天然气一直在冷却丙丸 那反过来 它不是也被丙丸给加热了吗 液体被加热会变成气体的呀 嗨嗨 问的好啊 冷能发电的妙处就在这 一石二鸟啊 不仅发出了电 还顺带把液态天然气给气化了 因为液态的天然气 老百姓也没法用啊 真送到你家你都发愁 哎最后再补充一点 咱费这么大劲 去见冷能发电站 有那么多液态天然气要气化吗 众所周知 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 每年要用很多天然气 所以每年要进口很多 其中大部分 都是以液态天然气的形式 用LNG船给拉过来的 比如从澳大利亚 从卡塔尔 而这些LNG船 也不是随随便便 哪个港口都能接收的 必须得见LNG接收站 比如广东福建 浙江江苏 这几个沿海省份 建的都有一些 其中就包括舟山 这也是为啥 冷能发电站会出现在舟山 而不是河南 好了 我知道的也吹差不多了 不知道你能听明白多少 希望能给你提供一些 和存头大爷聊天 存牛比类素材 我是马卡耶夫 别忘了点个赞 再下集见 再下集见